进入春季之后呢 我们家里面很多植物呢 都已经是恢复生长了 包括我们的这些盆栽果树啊 盆栽一些蔬菜啊 这些长势呢都特别好 大家看像我这个盆栽柠檬啊 它已经是开花了 那么像这个盆栽柠檬开花之后啊 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它开花 怎样才能让它顺利的结果 下面呢就和大家讲一下 想要它结果 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 怎样才能让它结果 必须要瘦粉 必须要进行养分的补充才可以 瘦粉的话 如果你是在室内养花 那么我们就拿个小棉签 在它每一朵花上面的沾一下 就能够完成这个瘦粉的工作 还有养分这个补充 就需要针对性的补充 不是说你给它吃什么肥都可以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有针对性的肥 我们就直接给它使用这个 荷兰进口的素效复合肥就可以了 这个肥呢 它是一个含甲量和含膨元素 比较高的一个肥 甲元素和膨元素呢 是植物开花结果 必不可缺的一种养分 我们直接撒到花盆里面去就可以了 大概呢 是15天左右 给它撒一次 这样呢 保证这个盆栽柠檬 它不会缺乏养分 而无法完成这个作果 如果你家里面呢 也养了几盆这个盆栽柠檬的话 那么我们在瘦粉的时候呢 最好是一株瘦粉 那么它长出来的果实呢 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